大批刑警鋪們衝進民宅 這裡是地下旗子集團 有專人在接受賭客下注 小桌子上有電腦有平板 還有至少六台手機 三個人監看股票的同時 還有收發訊息接電話 見警方上門一聲不吭 警方還在陽台 發現一個烤肉架 全是燒毀的帳簿 執帳上的數字依稀可見 竹仙會定時滅鎮相當狡猾 台股先前漲破兩萬點 搭上股市熱潮 台中地區有地下期貨集團 讓賭客下注股票漲跌 只要漲到一定價格 就可以拿回賭金的好幾倍 加上下單時的手續費 一百零九年到現在 金流超過三千萬 警方查獲上下游擊團 共二十人分別在台中 跟台北的工作站 還有不法鎖得一千萬 跟雙兵名車 另外還會繼續尋找 一百多名賭客 違法賭博一個都跑不掉 記者還是心理雲杰台中報導